看柯島的氣色還是很好 為什麼呢 代表裡面吃的不錯 那我們現在把麥克風給柯島 其實他跟我們講 他從第一天進去 晚上進去的情形 一直到離開的時候 然後他裡面看到的一些事情 那我們真的要非常謝謝柯島 柯島你們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個反核456 有沒有聽過 反核456是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在自由廣場 有一個聚會 然後從來沒有聽過 其實我很好奇 你反核456要不要 這個禮拜五來這裡辦 不然你的人都在這裡了 好 那我們在這裡掌聲歡迎柯島 大家好 我會到裡面去 實際上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因為那天他們找我演講 反服貌 他們安排我在 八點四十五分上去講 那時間都很短 他們給我五分鐘 我說我三分鐘就好 因為我只有一個念頭要大家喊一個 麻鷹酒 叛國 大家就跟我喊 結果 後面就發現 開始大家要進立法院 那我講完話沒事做 我就跟著在旁邊晃 有的人開始爬牆 我這麼老了 我不好意思爬 我就在旁邊晃晃晃 有人就從裡面把一個 那個到地下停車場的鐵門打開了 我就走進去了 走進去以後 走走走在樓梯 就碰到三個警察 因為警察都長得很壯 但是警察還蠻温可的 就是擋在那裡 可是我走走走 後面人越來越多 就把我推進去了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但是我就到了裡面 大家 我就發現 大家就占領了議事廳 我發現有個地方非常好 是一個燈光的控制室 我就占領了那個燈光控制室 就不出來了 我開始在那邊用臉書往外傳 告訴大家要到這邊來支援 那當時大家把 學生們把椅子擋在門口 大概有八個門擋在那裡 那天晚上當然有四波攻擊 都被擋下來 最後一波最危險 因為警察很聰明 他們是把椅子抽掉 他不是推倒 他把他抽掉 所以椅子越來越少 變成人跟人面對面 但是很棒的是 主持的人一直說 不要打警察 不要傷害警察 不要拉警察 用你的自己的身體擋 然後裡面還有一半的人 先躺在地上 手拉手 準備萬一進來被拖走 但是不抵抗 但是不合作 在裡面有叫戰守則 一直被抬到車上 你也不要站起來 抬在門口你就躺在門口 抬在走道你就躺在走道 拖延警察的時間 整個其實非常有計畫 非常有紀律 我在那裡幾天 因為吳文彥珍寫了說 我的朋友在那裡 黑鎮導演在那裡 請大家保護他 本來沒有人知道我在那裡的 結果記者會來 因為我知道 當時傳出去的都是片面 說是一群暴民在破壞 我一直解釋 這些不是暴民 他們其實非常很有紀律 而且他們肯負責任 他們已經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 但是他們會負責 即使要被懲罰 他們都要負責 要被拖走 他們也會負責 他們會承認是他們做的事情 所以警察問我 記者問我 那委會公務怎麼辦 我說很簡單 全民承擔 我們都會承擔 對不對 因為他們是 為我們打破那個玻璃 為我們去進占那個議會 因為 這些在裡面的 國民黨議員 已經把裡面的 我們的法治程序整個破壞掉了 他們踐踏人民的權利 人民就有權利拿回這個議事廳 所以那個議事廳完全是我們的 他沒有搞清楚 他以為當了立法委員 那就是他的 尤其張慶忠那個小丑 我現在 我現在非常感激他 要不是他這麼惡劣 不會觸碰我們 我在禮拜一 那個事情發生以後 我整個晚上不能睡 我都在臉書上跟朋友聯絡 我說我整個生殖器發火 真的很生氣 第二天沒有睡 因為早上十點 我去參加記政友參加的一個 我們三二九綁合路跑的記者會以後 就到胡茂的會場 沒想到晚上就進去了 我很高興 還有這些學生在那裡 因為我們至少有責任去記錄跟聲援跟保護這些學生 而且盡量讓這個運動交給學生 因為學生最單純 他們在那裡面非常有組織 裡面被中斷冷氣很熱 所有的本來有電扇的全部被斷電 也不知道是跳電還是故意的 那我們那個燈控室有一個電扇 我們只能用那個電扇對裡面吹 當然幫助不夠 但是盡力了 他們在那裡都沒有抱怨 而且相當快樂 因為他們創造了歷史對不對 對 這個歷史也是我們共同寫下來的 我看著他們 我知道 有一天 這個意思就是他們跟你們的 我們一定要用 我們的初衷 初衷是什麼 有的記者問我 有的記者問我 那些立法委員 就變成非常的可悲 因為他們選舉花了太多錢 進去以後 要分贓 要掠奪 所有真正服務人民的事情放在後面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先取回自己選舉花的錢 而且 要加上十倍 作為以後他的資本 所以 這樣子的議會有救嗎 但是 我看到這群學生在裡面 只要保持初衷 我們大家都一樣 用一個服務的精神 台灣才有救 今天看到大家在這裡 我相信 我們的機會來了 我們在裡面 其實沒有一個人 是為了要出名 或是為了要 贊取任何利益 完全不是 完全只是一個理想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理想 這個國家就完蛋了 因為服務的事情 你們在這裡一定聽了很多 不用再解釋了 這幾天 也是一個奇蹟 在事情發生前 我突然接到一個好名義 給我簡訊 要我把面具給他 你知道好名義是誰嗎 知道 但是當初 他第一個跳出來說 服務這個事情 黑箱作業不可行 沒有人聽過服務是什麼 真的沒有聽過 我們找資料也找不到 因為馬政府 根本就黑箱作業 完全不告訴我們 什麼是服務 他是國策顧問 是馬英九的朋友 但是他勸他不能這樣做 馬英九不聽 他當下辭掉 國策顧問的職位 跟人民站在一起對抗 因為他現在在國外 那他昨天也寫了一個文章 叫做我們是動韓大地的一株草 我今天在裡面宣讀了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 所有的事情連接起來 時機到了 我希望這一次 因為我不懂法律 我是搞藝術的 我只會浪漫 我們一群人 在自由廣場 五六運動 我們撐了 一年多 明天是第五十四集 超過一年了吧 我們 謝謝 每個禮拜五在那裡 我們設立了一個公民論壇 任何不公義的事情 或是反對的意見 都可以到那邊講 一年來 我看到大埔 看到洪中秋 看到文林苑 看到蠶廚山 看到淡水大橋 一個大橋蓋下去 會把最漂亮的落日給遮掉 他們要幹 為什麼 有工程 就有利潤 就可以放到口袋裡的錢 他們看到的只是這些 把台灣的農地 變成園區 變成建地 就有錢賺 整個的政客 都在奪取利益 我們一年間 聽了太多了 我們知道 不能再這樣下去 受不了了 連幫助國民黨 打共匪的國軍 開完了橫貫公路 送到泥山 或嘉義那邊去種果樹 現在 他們要土地了 說果樹不是生根植物 要把農民趕走 八十幾歲了 你叫他去哪裡 有的人自殺了 有的人是幾代在那裡 他不是農民 但是阿嬤 他也自殺了 整個國家都在掠奪 人民的資產 都在破壞人民的資源 我們用掉下一代太多的資源了 所以 今天我在這裡 幹什麼 我來補償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對不起我們的後代 我們只能補償 只能盡力 我們年紀大了 我們年紀大了 什麼都不怕 要對我們怎麼樣 都可以 但是我們會不停不停的 去伸援各個不公益的團體 我們知道我幹什麼 我不知道 我們有一群導演 跟我一起合作 我們片子照拍 只要你有時間 跟我聯絡 我們繼續 再做這些事情 我們也需要大家資源 大家了解我們 我們在這裡面 五六運動 有一個原則 我們溫柔而堅定 我們不收取任何利益 不得到任何職位 但是必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幫一些有作為的人出來競選 我們自己不出來競選 我們只在後面幫忙而已 我們不是什麼角色 但是我們願意盡我們力量 我相信 我們一定會站在一起 我們今天這個事情不要放過 因為這是一個契機 我們就繼續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